大家好,每人分享十五秒招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生活 火车站可是人流最密集的地方了 那么人多的地方也会掺杂着小偷 最近火车站流行一种新骗局,很多人都上当了 今天就跟视频起来了解一下吧 现在我们出门是变得越来越方便了 那么我们乘坐火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这两种骗局 第一种,这帮人会分成两火 当看到你从火车站出来或者看你是着急坐火车 他就会问你手机需不需要 正常品牌几千块钱的手机啊 他只会收你几百块钱 当我们听到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几千元的手机 那当然是觉得捡大便宜了 而且对方也会让你查看一下手机是不是正品 当你查看手机,手机确实没有问题 心想捡大便宜了就会把这个几百块钱交给对方 那么当你叫完钱,准备要走的时候 就会有另一拨人马上围上你 说你偷了他的手机 而且让你打开相册看看本人是不是他 查看后确实发现手机是这个人的 这时他就会吵着说让你去公安局 当遇到这种情况心里保证是特别慌乱 而旁边还有同伙起哄 说让你赔一点钱就算了 要不就带你去公安局 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想把事情搞大 而且如果正赶时间的话 更不想耗下去了 所以就会掏几百块钱给对方小事花了了 把钱给了对方,手机又还给对方 那就是损失特别大 所以大家在火车站遇到这种情况 千万不要图小便宜 第二,我们从火车站出来的时候都会发现 火车站会有一些中年妇女举着住宿的牌子 上面的价格标注的是非常便宜 而且说的环境也特别好 那么交了押金之后 跟她过去却发现这个房间是非常破旧 周围的环境是非常乱 而且被子也很脏 所以在下火车的时候 千万不要听这些人忽悠了 既交了钱又浪费时间 而且这个环境太差了 根本没法住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所以以后大家千万不要上当了 看完视频呢 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